62号选手 狠手规矩地回到了 按次序来上场 好 十位选手 如果此刻是我们十强的 汇报的时候 我想是多么幸福的时刻 可是很不幸 接下来 十位选手 三名晋级 三名选手 将离开这个舞台 当然还有四位选手 将进入到最后一轮 一分钟的自我陈述 或者演唱的环节 为了给代定的选手 更多时间来准备 下一轮争取最后一张 Postcard 所以我想 在听到我们宣布之前 这样我们还是先听听 评委代表当中 对我们的 order contestants A general comments again, please general comments, okay 62, amazing best performance ever for me for you really good job 59 it's okay for me I need more star quality I need to engage more 53, not hard enough pretty voice it's not the right song for you It was okay 48, I was a little bored It was a little cheesy for me it just looked fake it wasn't authentic it just didn't come from the soul for me 46, I love your passion love your confidence watch your pitch please, please, please watch your pitch other than that great talent 36, you're okay for me 25, I like the fact that you used the flute and the singing together I think you're still young keep working on it I don't see the star quality there yet but you're a very pretty girl 25, what I like about you is your voice and you have the star quality I want you to get away from that song sing something new for me I want to hear you sing something else like your library is so limited I want you to expand your vocal library your music library okay, I want to hear something else from you because you've been singing the same song the whole time 24, good performance good energy pop star in the making work on the voice a little bit more 23, I believe you're okay for me it wasn't okay it was okay in the beginning and I fell asleep after 20, nice pitch is good you had some nice notes in there but other than that that's that's it that's my that's my opinion my comment that's just me tess, you always see glow me, escape me okay, I'll forgive you okay, that's fine i like your vest what more thing i like your microphone oh, the thing it's not yours though, I know 接下来 tess, it's just me yes, I'll forgive you an i like you an v you 如果被淘汰的选手你们也不要伤心 因为毕竟你们已经是北美唱区的20强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非常惊人 但是晋级的选手希望你们能把后面的比赛 随着比赛一次一次的进行 一次一次的会更残酷会更难会有更大的挑战 希望你们让自己的在台上的这仅仅的三分钟的时间 做到两个字极致 OK 好 这样曹总因为下一轮有比赛 是这轮待定选手需要进行下轮比赛 所以我们先宣布待定的好不好 让他们下去有时间准备 四位待定的 我们留下三位晋级和三位淘汰的在台上 是这样子的 下一轮我觉得还是让大家都站在台上吧 因为咱们这一轮淘汰和晋级的人有点多 好 我希望他们可能互相要支持一下彼此吧 好 这样我还是先说待定 拼你的 让他们放心 对 带定的选手就是下一轮你们肯定要拼了命了 要展示你们自己的 我觉得你们还没有把你们的潜力发挥出来 我有点在这儿有点替你们急 但是我急没用 你们自己急才是最根本的 带定选手有 你没有准备好 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历来比赛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选歌问题 我觉得选歌对于选手来说非常的关键 你没有准备好不具备这样的实力的时候不要给自己那么难度大的东西或那种歌曲来让自己承担不起 我觉得你们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现在是在做什么 是要尽量展示自己优势的地方 比如说连唱都没有准备就想去跳 跳都没跳好就想去唱 那其实是等于最终端给观众的 是一个根本就是一个半成品 所以 我先说 晋级的吧 好 我们先要带定的靠到这边好不好 先要带定的在这边站着 然后我就不参伙大家了 大家都把手牵在一块吧 三位晋级 直接宣布晋级的选手 好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说淘汰了 淘汰的选手你来 好的 晋级的三位选手 这一集的是 四十六号 甲亮 莉莉 到这一步其实选手晋级的时候 为了给自己高兴之外 还要给我们所有的战友加油 对不对 站在这边等他们 还有两位要加入你的队伍 还有 表现的今天来说 虽然嗓子有点问题 但是你的场 这个整场的控制能力非常的棒 这个晋级选手就是二十五号 黄飘飘 好 还有一位 咱们这个时候都好紧张 最后一位 我想给你机会 因为其实你可以做得更棒 你只是没有把你的潜能 继续发扬广大 好吧 这个应该是 我们因为给你的一个机会 希望你能够珍惜 二十号 露西 好 这个胜利的喜悦也属于你们 可是接下来我们这个时间 我们要特别特别专属于 你们身后的三位选手 所以我们推到后面好不好 让他们到前面来 来 三位选手 我说过离开这个舞台 也要开开心心的 没有什么好哭 其实站在这个地方 和帅哥站在一块 这应该很满足 当然我和你们站在一块 是我的荣幸 接下来大家开开心心的 先每个人 简短的几句话 好不好 告诉我们评委 或者告诉正在收看 这个节目的爸爸妈妈 或者亲人朋友 支持你们的fans 我觉得 我会遗忘 就是 我觉得最珍惜的地方 并不是这个舞台 而是我这一半的队友 因为 就在二十厂里面 我们真的是 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因为你Amy 谢谢你 我觉得 重要的不是结果 就是 享受这个过程 然后从这个过程中 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 然后以后 还有更多的机会 还会再回来 我们可以再继续努力 一定会 回来的时候 我依旧在这个地方等着你 下一位 非常感谢花儿朵朵 这个 给我这次机会 让我参加这次比赛 我觉得在这次比赛当中 我成长了很多 我觉得下次我会 准备好 然后再来的 谢谢 谢谢 PVC有什么简短的话 要送给他们吗 曹总作为代表吧 女士这个时候 更明白他们的心 我特别特别感动 因为他们都没有哭 真的 你们很坚强 你们长大了 加油 这一刻就是我们要的 The Magic Moment 这一刻 你们长大了 谢谢你们 好 我们依旧要回到 我们队伍当中 在台上站着的 所有女孩 都是让我们很难忘的 可是刚才 我们在结束 刚才的宣布环节之后 我们已经产生了 加拿大唱区 十强当中的 九个席位 最后 还有最后一张 Postcard 会留给 站在我右手边的 四位女孩 她们在广告之后 会通过 一分钟的时间 不管你说什么 也不管你唱什么 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机会 来感动所有人 特别是 感动 即将为你们 献花的那些 俊男美女们 希望这个时候 大家能够放松心情 我也希望 各位待会儿 能够仔细地听 广告之后 我们更加精彩 紧张的时刻 等待大家 一会儿见 我是杨修措 因为花儿朵朵 唱歌 成为了我最大的一种享受 比赛中的每一次 晋级 淘汰 还是复活 都是我的收获 现在 若单曲 看电视剧 商演 争取了我生活中 大部分的时间 但是 我依然是那个 纯真的藏聪园 2011年的这一刻 花又要开了 而这一刻 是属于你的 欢迎各位在一次的回到2011美金面膜花朵朵朵加拿大唱区20进食的比赛 十强当中九个席位已经产生 最后一个席位将从我左右手两旁的四位女孩 她们最后的一分钟来做出判断 这个时候好像做选择 这个时候好像做选择题 四分之一的几率 到底谁会成为最后的胜者 加入在台下等待他们的加拿大唱区的十强 接下来的这四分钟 极其的关键 可是我知道这四分钟会成为这个比赛和这一次加拿大唱区整个比赛过程当中最为精彩的一段 所以各位观众和我一块来期待这极致的四分钟 接下来按照号码从小到大 谁的号码现在排在最前面 24号选手 接下来你的极致一分钟 希望你能够将它演绎到极致 加油 大家好 我是24号 我是一个很爱哭的女孩 但是我决定这一分钟之内我不哭 我想给大家不管结果如何留下最美好的印象 首先我要感谢很多人 各位评委 各位工作人员和所有一起比赛的朋友们很感谢你们 但是我最要感谢的还是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家不住在多伦多 住在Hamilton 每次比赛还是演出 他们都要开车三四个小时送我 有时候彩排到凌晨回家已经两三点了 他们都一直支持我 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以前也参加过很多比赛 有取得过成绩 也有失败 可是对于我来说 那些都是过去 只有现在和未来的舞台才是更重要的 就像《花儿朵朵》那首主题歌说的 我们不可能永远是No.1 但我们是Only.1 所以在最后除了送大家我一个微笑 我还要以我刚才唱的歌曲 再给大家结束一遍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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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一直独秀 我就是Only.1 谢谢 一支独秀的24号选手徐贤雅 谢谢你的一分钟 接下来号码顺序 将这一分钟属于53号选手B玻璃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其实参加比赛我只是想获得更多能展现的机会 然后只想唱出我心里的歌 下面还是用歌声表达一下我现在的心情 好吗 心若倦了 泪也干了 这份深情难舍难了 爱一个人 爱一个人 如何厮守 到老 怎样面对一切 我不知道 位置 位置 Bye bye 好 你们的 goal 1 我们有个人 这个人 ST's 主 Martha 你们的哦 更过于他们的团队 让我深信到自己最大的努力 却我没有展现出最完美的自己 希望你们可以带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把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你们 谢谢 谢谢五十九号